我是你今天的北流特派員 目前我們所在的位置是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的文化館 集結台灣流行音樂的光榮歷史 各種面貌 目前 《想你到月球》張宇生特展 目前熱烈展初衷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來看展的民眾有哪些呢 妳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展覽 因為就是有朋友推薦 然後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陳其准他們有翻唱歌曲 就覺得應該蠻有趣的 其實是我姐姐告訴我的 但是他是我第一個偶像 張宇生是你第一個偶像 妳是跟著媽媽來看 好妳可以走了 真的嗎 妳幾歲啊 我21 21 對大學生 請問貴庚 23 妳本身就知道張宇生 對有聽媽媽他們說過 也是爸爸那邊聽來的 有聽過 但是是沒有到那麼了解 但是是透過這個展了解 是有聽張宇生的歌嗎 有我們是那個年代的 樂球展群 因為我覺得那黃色燈光超漂亮 然後還可以放在棉豆口上面 躺著 躺著那邊 那個躺下來 就躺著 可以聽音樂 最後聽張宇生的一些 樂音的時候 因為一直都是聽他的歌 比較沒有聽到他的人聲 聽過就覺得他人變得比較立體一點 因為第一去他其實可以光非常的久 在影片的時候 會腳有點痠 但是很好看 那就對他有更多的了解 更理解他的唱作理念感 樂之河裡面 因為我進去 我是眼睛閉起來 然後貼著牆 去感受他整個環繞的感覺 然後很像張宇生就回來 在現場唱歌的那種感覺 好了解 所有張宇生的歌曲 最喜歡哪一首歌曲 口是心扉 天天想你 口是心扉 剛剛 剛剛心聽到的一首 心聽到的一首 若我告訴你 其實我愛的只是你 我覺得可能天天想你 天天想你 我期待 要代替瑪娃唱兩句嗎 沒有 他不會 就是我期待 我覺得他很感人 那一首歌會讓我想 我覺得我期待 那要不要唱兩句 他只記得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有沒有想要對他說什麼話 他是一個很棒的人 但是那麼早就走 真的好可惜 就很想看他講 我覺得謝謝寶哥 然後一直用他的歌聲 很療癒到過 你讓音樂打破了時間的隔閡 然後一直流傳到了 二十幾年後的現在 謝謝你的每一首歌 難過的時候 聽一聽恢復 笑一笑就會 繼續勇敢的往前走 那你知道我們有一個 張宇生的演唱會嗎 我知道 所以你會來看嗎 嗯 喔喔你也買票了 對 耶 對 你想要延續 想你到月球 張宇生特展的感動嗎 3月11 3月12 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表演廳 我期待張宇生演唱會 致敬二舞 詳細的收票資訊 請見資訊欄